今晚的Friday Night Song 有一個故事和畫面需要分享 我們在錄音期間 曾經有人來探訪我們 祝田和夫跟我說 翌日有個朋友來探訪班 以及是他的兒子 我告訴你 他的兒子當時是七歲 七歲 祝田的朋友 是彈吉他 他們是父子當 為何他會來探訪我們 原來 就是BB King 請這個兒子 去House of Blues 表演 這間位於羅省西面 日落大道 Sunset Street 沒有人不認識的 很多經典的人物都在彈 當年這間是一間Club 一間很大的Live House 吃西餐的 是1994年 一個明星 荷里活明星 叫做Dan Arroyd 開的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你們認得這個 荷里活明星 當然 很多80年代以後的認識 就是Ghost Buster 但對我們來說 就是他和John Belushi 1980年那一套 The Blues Brothers 這套真的很經典 是講述blues音樂 和他們怎樣組樂隊的一套 喜劇 很多經典的人物 包括Ray Charles Arytha Franklin James Brown 都出現過這部戲 我想我會提議大家 去看這部戲 Dan Arroyd 值得一提的就是 大家看電影 就看到他的表面 其實這個人 絕對背後是一個 白人 但裡面是黑人音樂的人 他很喜歡Bruce 在他1980出了這部戲之後 他也要十幾年後 才開這間 叫做House of Blues 這間不是隨便 就可以在那裡表演的 一定是重量級的人物 我們灌錄 A Change Is Gonna Come 的期間 我只是開車 車過John 車過Royal 在這條日落大道 Sunset Street 是經過給他們見過的 大致上我們看到的這些地方 我們現在這個方向 它就在我們的左邊 這條大街 Sunset Bodova Sunset Street 所有遊客的一個地標 都已經是一條路了 去到羅省 一定會 不斷地經過這條路 過了右手邊的一個 火車卡 沒有多遠 就應該就是 House of Blues 那個地方 以前 自己住在羅省 經過這些路 很多時候都會去的 似乎沒有太多留戀 誰知現在 就沒有太多機會見得回 輾轉之下 這個House of Blues 就轉到別的主持人 在2015年8月 就關閉了 這個地標 將來 就不會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要說這個地方的就是 因為 這個Founder Dan Arnoy 自己的本人 他根本就是很喜歡這一類的音樂 不僅如此 你看原來他還可以上台那裡唱歌 還懂得吹這個Bruce Harp 他是一個大人 但是我在說的 當年BBKing可以邀請的 這一個 是一個小孩來的 這個小孩就叫做Taro T A R O 他來到錄音室 大家和朋友聊天 開心 預備好攝影機 他爸爸 當然他們日文英文 很吵雜之下 當然有人叫他 我們來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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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用了半導的口琴 他就拿出來吹 很自然地 因為怎樣叫自然地呢 在他吹的時候 他真的是吹Blues 他一吹完之後 他會指到你去jam 他就跑去玩 我還記得我還在琴 彈最低音的G note 他就在那裏扮Jaws 沙魚來了 他就會到處走 他是一個小孩子 他甚至在送給我那張CD 他爸爸簽名 他的簽名可以是畫畫自己的臉 我們只可以叫他 就是一個Blues的神童 他媽媽說 他差不多一董事的時候 三歲四歲 就已經拿了口感吹 就已經是這樣的了 很厲害 這是生出來的神童 這個故事 我當年 就算我有沒有提過都好 但從來我沒有拿過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出來給大家看 事隔了這麼多年 我相信現在拿出來 他爸爸也不介意了吧 他也長大了 因為我記得當年 竹田跟我說過 他爸爸不想Taro 走向commercial 譬如到處表演 出唱片 雖然他們有出過 所以我拍了這個片段 是大家自己收藏的 我從來都沒有拿出來 大家都要看到 旁邊有所有的人在 包括竹田和夫的太太 Yoko Yoko就是Bruce Harp 也是很有名的 在這個情形裡 我想每個人都輸給這個小孩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七歲的神童 大家看看這個片段 先看看他 他在那裡 在那個點西班 你也不想對他 你也不想編 我感覺到他 我會見到你 看來 不想編 Fan 操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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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我的片段是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乐手背后是时间磨练出来的 字幕——YK